南极跟地心这两个神秘的名词聚在一起 会产生什么样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最近有一部非常热门的电影 哥吉拉大战金刚 从希特勒前往南极探险到地心藏着巨兽 很多人都在怀疑说这是电影吗 还是真有其事 因为外传南极有通往地心的入口 甚至连NASA都曾经接收过来自地球深处的讯号 到底是谁发出来的 真的有地心人的存在吗 今天都会带你来揭晓 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 康尼大学副校长马希平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康尼俊 大家好 密尼老师谢远景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江中博 心动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您到底有没有看过电影 哥吉拉大战金刚呢 因为这个电影描述地球是空洞的 地心人的话题又再次的引爆了讨论 如果真的有地心人 那么这个通往地心的入口 该会是在哪里 事实上你刚刚讲到说哥吉拉 我每次都很好奇 他是从深海里面跑出来 难道他不用呼吸吗 你在藏在里面 除非他是水陆两棲的动物 可是你知道吗 事实上很多人都很好奇讲说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地球 除了地表之外 到底地心是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拉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南极 我们也把坐标提供给大家 那这个其实是你看到在南尾 79度58分40 06.06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津 81度57分19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这个坐标输进去 你会看到下面的这个位置 但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是什么你知道 很多人发现到说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 类似像金字塔的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棱线 是耶 感觉上像是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面 居然在这个地方 那问题就来了 很多人就讲 如果是讲这个所谓的金字塔的话 它应该是用人工所雕塑 就像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的造型实在太过于像金字塔了 不太像是一般镇 有没有这个拉远之后 你会看起来 更清楚了 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讲说 这个地方难道是有人工 辅着的痕迹吗 第二个开始有一些人 就揣测跟好奇讲说 这会不会是通往 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 而这个世界很有可能就是在地心 这个英国天文学教 叫做爱德蒙哈雷 他就认为说 说这个所谓地球里面 应该不是实心的 你会说他谁啊 他哪位 他有什么代表性 你知道哈雷会心吧 知道 他找到的 真的啊 所以他一定有其代表性 他在1692年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他认为地球不是实心的 他是有很多的这个外 就一圈一圈的这个地壳 所把它给组成的 这个概念就有点像什么 你看过俄罗斯娃娃吧 一层套个一层 一层套个一层 那其中中间每一层中间 事实上都有空心的 是 没错 所以他的概念 他就认为说 最外层这一壳 这一层的地壳 大概有800公里厚 但问题是 它内部是有两个同心壳子 所以你会像这样 一圈一圈这样给组成起来 那你会好奇 那里面是什么 对啊 他认为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还有世界呢 这个世界里面很有可能 跟我们现在生长的这个世界 看起来有点类似 而且里面搞不好 会有阳光 空气 水 你会觉得很好奇吗 怎么可能 阳光 我们现在阳光不是来自于太阳 可是它的利润还是来自于 你还有常有 对 因为没人到过地心 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 去作为揣测 好 但问题就回来了 那提出这个论述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开始很好奇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球表面的话 除了陆地之外 其实最大的是水 对不对 可是科学家也发现到 发现到说地球的这个海洋 每年将近有30亿吨左右的这个水 没起来 你知道吗 不见了 凭空不见了 当然我们这个水的补充 还包含到下雨 或什么还会慢慢给补充回来 可是每一年31吨 到底是怎么不见的 大家就很好奇 甚至有人讲说 是不是地心人 地底 那他们也需要水 那有科学家就提出来讲说 其实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外壳之外 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地蔓层 那这个地蔓层 因为这个地壳的变动的关系 就会产生一些裂缝 所以他们认为说水 是流到这个下面去 就是透过裂缝 流到那个中空层里面去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这也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人的论述是认为说 地球里面其实是有很高的 这个溶浆 岩浆 那这个水进去 又奔发为水蒸气 他们会刺激的盆 那也没有看到有这个爆发的情况 对 所以这个里面 当然相信的就相信它 以科学上面来讲 因为真的没人到过 所以当然很多人就觉得 好吧科学家说里面是实心就实心 里面说是岩浆就有岩浆 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从回来 从另外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 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很奇怪 比如说NASA NASA应该是现在全球上面来讲 对于太空科技跟所谓的 这个机械上面的运用 应该是极致 No.1 那他们就曾经接收到过说 有发射 有接收到这个无线电的这个讯号 从哪里来 那你知道在外太空 接收到讯号的这件事情 很多人觉得说 一定是外星人在跟我招手 或者太空中有些游离的这个讯号 什么被你接收到 可是因为讯号发射 你接收到之后 他可以去找这个发射的方向 他们居然接收到一组这个讯号的时候 认为这个无线电讯号 是从地球发出来的 地球自己发出来 你会觉得地球发出来 人为 他说也不是 他说感觉上那个讯号 不像是人为的方式发出来 而且他们去研判之后 发现到说 他们疑似认为这个讯号 来自于地球的这个核心 就地球的内部 等于是地星发出来的讯号 那到底是 哪个地方说真的也不知道 就以现代科技来讲 你会收到一些奇怪的这个电波 或一些奇怪的讯号 可是考古的这件事情 有时候也会让人家一头雾水 你知道 比如说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层 就曾经找到一个 史前蒙马像的这个化石 那这个化石 因为它可能很有可能 是在极度的这个低温之下 导致它整个的这个身体 被保存下来 可是它保存的状况之完整 居然在它的胃里面 它的胃里面 找到了热带地区的 这个所谓的果实 所以它生存的地方 是在热带吗 土层人 拿水果给你 我在想要怎么去表达 这件事情 因为你很难理解 说西伯利亚应该很冷 那它的肚子里面 怎么会有热带地区的果实呢 除非要嘛 它就是跑了很远 它走到热带地区 吃饱了再回家 到时候瞎话 不然就是西伯利亚这个地方 以前可能是个热带地区 不然它是怎么吃到的 那其实有一派的人在建设 我跟你说 这个可以验证了 我们最早前面有些人的推测 他认为说 这个地底很有可能是真的是 有存在一个 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 而且那里搞不好 四季如春 景色宜人 最重要的是它跟地表 就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版面 其实是有些通道 如果你真的找到 那个通道的入口 例如像有人怀疑这个 这个南极的那个金字塔 那个地方 他们就说 如果你真的找得到 那个通道的入口 你搞不好 可以透过这个通道 进到另外一个地底的世界里面去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解释 这个蒙马像 有热带水果的果实 好像听起来 有点说得通 没有那么慌 没有那么夸张 好 那再回来 其实过去陆陆续续 有一些在这个 非正式的文献记载里面 也有人讲到说 他们曾经在地球表面里面 进入到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 那当然是因为反差很大 比如说 在200年前 这个挪威 有一对这个渔夫的父子 他们就搭船 就他们自己因为捕鱼 也身为一个渔夫 坐船出海捕鱼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他们就说 他们从斯德哥尔摩这个地方 就开始一路的航行 那结果没有想到也很怪 你知道 他说他们本来航行得好好的 你知道 那本来冷 因为你想挪威那个地方 大概冬季出发应该是还蛮冷 结果他说 船开着开着之后 突然觉得越来越热 你知道 你一定以为说 他大概到了南方去了 那也 我跟你讲 渔船也飘太远了 也没到那么远 但是他就说 觉得这个气又很怪 怪的是不只是气 他就开始脱衣服 衣服脱了之后 他居然发现到说 这个地方跟我出海的地方 有点不太一样 你知道 他说这个世界的景色 特别漂亮 真的啊 而且他开始看到其他动物 看到动物正常 看到动物正常 他说看到远方有一只鸟飞过来 后来发现 这个远方的鸟越飞越近 他们赶快逃 为什么 鸟就小小只的 对 因为他说目测来说 那个鸟的双翼一展开之后 大概有九公尺长 这么大只的鸟 我都觉得他可能看到异守龙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异龙 那怎么可能 他说这怪了 他就越看越觉得奇怪 说这边的第一个景色 感觉上气候不像是挪威 第二个是呢 这个周遭的植物 看起来也不像挪威 因为那个都是 阔叶大林的那种样子 不是那种真叶林这样 他说越看越怪 而且甚至他说 奇怪 那个动物超大只之外 他居然看到人 有看到人啊 要是我们一定想 有人赶快过去问 对 问看看在哪里 他看到人赶快逃啊 为什么要逃 因为他说那个人 差不多有三五公尺高 巨人 说很高你知道吗 他说甚至他们也觉得说奇怪 在天空中居然看到了 另外一颗太阳 那个发光体 那第一直觉是以为是太阳 可是他说跟他平常习惯的太阳 又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他都怕到你知道吗 他说他们两个在那边 他晃了一阵子之后 居然有巨人把他们拦下来 而且语言还会相同 他说他们的生活习惯 大概类似相同 结果一发现到说 那边的巨人不只高大 寿命都还很长 真的啊 你听到这边一路就讲说 我知道你是说这个 说假的 有本事你出来带大家回去看看 结果他们父子俩就说 他们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回来 没想到回程的时候经过暴风雨 那把整个方向全部都搞乱 也怪了 暴风雨完了之后 他们居然就回到 他们熟悉的海域去 但说真的 要再找回去 也就找没路了你知道吗 地心你没去过 我没去过 观众朋友也没去过 那这些科学家老实讲 我也想起他们没去过 所以到底地底世界是怎么样 到现在为止 真的有很多揣测 好不止地底世界的状况 有很多的揣测 但是我们要来回到 这个地球表面上来 看到的是埃及 埃及最近真的是不平静 除了我们有说的这一个 大牌长荣 长四号卡在苏伊士运河 之外其实他们后来还发生了火车队撞 还有大楼倒塌的状况 一连串的状况大家都在想说 该不会是因为埃及最近要帮 22具的木乃伊搬家 所以这个一搬家 惹怒了法老 法老的诅咒又出现了 对 就这么巧 就在这个决定的前一阵子 刚好发生了密集这几个一些 可以说是巨大的灾难 甚至有的还搬上国际事件 从3月23号的苏伊士运河瘫痪 当然现在这个讲话的同时 它已经解决了 可是它造成苏伊士运河管理局 多少的损失 埃及它的税收少了多少 至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起跳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3月27号的时候 这个发生在他们首都开罗 说开罗有一个石城的大楼 莫名其妙倒塌 那这就是豆腐渣吗 还是说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 有人为破坏或者是意外 不知道还在调查 但是它造成25死 原因是不明的 好 那3月26号的时候 这也很可怕 在距离开罗大约460公里处的 一个省 说竟然发生火车对撞 而且这火车对撞还是人为的 真的啊 因为是有不明人士 去没台没机 按下紧急刹车系统 车子正在跑 你突然给他按刹车 那怎么办 那一定是挤压 后面列车冲撞上来 蹦就对撞了 是 造成32死 所以你去看这几个意外 它所发生的时间点 因为实在是太巧了 巧得会让人觉得这只是巧合 还是可能真的有什么样的禁忌 被打破了呢 好 那讲到了木乃伊 我们就会想到法老 但说法老呢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埃及史上 这一位拉美西斯三世 是最多了解 也最耳熟能详的 他是第二时王朝当时的法老 那他之所以会常常被为人 所津津乐道 是因为这个拉美西斯三世 他所在位的时候 刚好是埃及有胜转摔的一个关键期 还有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世时 曾经发生了法老宫廷密谋事件 到底是什么样的宫廷密谋呢 我们先来看 其实拉美西斯三世的法老 他在死后的木乃伊 一般人会去把他绷带拆开吗 不会啊 不会嘛 谁敢谁会 埃及的这些后来的这些子孙们 也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也怕是不是有什么诅咒 可是那是早年 但是到了近代 大家的思想比较开放了 比较没有那么迷信的时候 那包括印度还有意大利的等等 这些考古学家与科学家 就决定想要对他的木乃伊 一探究竟 因为历史上就一直记载他被谋杀 那到底有没有 那只有看什么遗体 最做什么 是 就把他的绷带给拆下来 真的啊 就拆了 你不拆还好 一拆 竟然在我们颈部脖子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伤口 不是小伤口 很大伤口 那不就跟历史记载 领旗快要不谋而合了吗 等于说什么 被封喉嘛 历刃封喉 来 我们来看 他们的重大发现 包括说他的颈部有一处伤口 这个伤口竟然七峰分宽 朋友 如果以我们电视机来讲 七峰分大概就这么宽 等于是你一刀从左割到右 第二个你宽就算了 还很深 延伸到脊椎 已经到脊椎了 这个不是等于就是 一定要他死吗 好 还有 他的颈部的正面 全部软组织同样招切断 坦白说 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刀毙命的 好 你这个气管跟你的动脉 失血过多 还有无法呼吸 但是他们还发现 一个怪事情 什么事 说怎么伤口处有个护身符 来 这个护身符呢 根据考古学家的解释 有可能在当时 因为他一刀被毙命 那结果可能也许在那个时候 他在临死之前 有人认为 或者是他已经断气了 有人认为这个护身符 可能也许可以对他有所治疗 让他起死回生 因为在那个年代 对 我稍微补充一下 拉美西斯三世是在公元前 1188至1155同志期间 相当于我们商朝的时候 就商纣王 纣王的大概爷爷阿公那个时候 好 那你知道 那时候的人就觉得护身符 放上去看会比较好吗 那有可能 不可能嘛 当然还是死 那你也有口部学家讲说 这护身符是希望他在死后 能够上天堂 能够投胎转世 好 各位 那谁杀的 我一直在讲宫廷密谋事件 那谁杀的 杀他的在历史上的记载 在爱迪历史上的记载 竟然是他的儿子 要篡位吗 跟他的第二任皇后 他的第二任皇后叫太一 太一生了一个小孩 那当然就是王子嘛 他为了确保他的王子 能够记法老的位置 所以就跟一些老臣密谋之后呢 然后发动了这场宫廷的政变 你看 安吉古代文献 都灵司法文献就记载 关于四次谋杀案的审理 审理谁就和我讲讲 第二任皇后太一还有那个王子 最后呢 各位一定很想知道 他们的下场是什么 法老师嘛 那他们的下场 来 第二任皇后太一 后来是下落不明 但是他的儿子呢 彭塔瓦儿子 王子 那决定是一定要处死的嘛 结果他被处死之后 也发生了一件怪事 怎么了 你知道吗 父亲被杀 放护身符 希望来世 转世 投胎 能够再回到埃及 也许转世再继续当国王 是 可是他儿子呢 他儿子的那个牧室啊 里面他们发现 不但被破坏殆尽 而且他上面牧室的名字 写着彭塔瓦儿的 还被抠掉 你知道为什么 就不让人家知道他是谁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这样 不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是谁 不是这样啊 考古学家说 是要让他名字都被抠掉 还有他妈妈的名字也被抠掉 让他一辈子都无法投胎转世 这就是除以死刑之后 更可怕埃及人在来世 认为更可怕的极刑 好 刚刚提到了就是法老的诅咒 但提到法老诅咒 要谈到了就是图坦卡门的诅咒 其实是历史上最有名 而且最可怕的 据说他的怨气很重 为什么呢 事实上我们讲到图坦卡门 大家都会讲说 哇 他真有名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时候临寝被挖开的时候 就找到画面上面 你看到这个人家讲说 死亡金面具 因为他非常非常巨大 但问题是他在历史上 也是一个名你知道 首先他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 第十八王朝的法老 你知道做到法老在当时 就是全情一时 全部都听他一听你知道 问题是他九岁登基 小 九岁你知道 九岁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老实在我好奇 但我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 但问题是 他登基也不过九年而已 十八岁之后就死掉 这么快 那在历史上你要找他的资讯 其实说真的还不多你知道 感觉上像是刻意被人家给抹去掉 所以他的死因 其实一直有很多的揣测 有人说他被毒蛇咬死 有人说他麻风病 有人说他被暗杀 一大堆这个传闻你知道 但问题就回来了 过去就有大堆这个传闻之外 居然在2013年的时候 埃及有个探险学会 他有个理事长 他就公布说 经过我们科学的鉴定之后 他们认为图坦卡门 其实是有可能遭到谋杀 而且是被所谓的重型战车车轮 碾压而死 我觉得很奇怪 法老开什么玩笑 谁会把战车开到他家里面去 然后你把他碾过去 他就讲说 其实他的说法是有其依据 你知道我们先回来看 在1968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科学家 他们其实找到那个法老 因为法老的那个 他的这个图坦卡门 他那个灵寝被挖开的时候 其实在1923年时候就被挖开 那这中间其实一直没有 针对他的这个所谓的 木乃伊去进行研究 1968年的时候 英国科学要用X光去扫描 他整个头颅的状态 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 他们就觉得说 你也头颅的这个地方 说真的 他居然是有修补过的这个痕迹 而且感觉上 他在这个头盖骨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其实是凹陷的 而且是被人家补回去了 那他就看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这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所谓天然 除非你出生的时候 这边是耐下去你知道吗 如果是耐下去 哪有可能说 玩得这么久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质疑讲说 这个也很可能 在生前的时候 就受到这个重疾 那这个一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很好奇 讲说那这是重疾的时候 你知道那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些学者去推测讲说 如果他是被谋杀致死 很有可能是两个人 跟他有关系 哪两个 而且这两个 其实有可能是他的那个 那个亲信你知道 那第一个亲信 是他的这个 因为他法老这个过世之后 他另外有一个人集位 那个集位的第一个叫阿一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 图坦卡门的这个亲信 所以有一派的学者认为说 很有可能那个阿一 他本身就是谋杀他 因为他是最大的 这个所谓的受益者 那除了他之外 他们也质疑讲说 当时这个所谓图坦卡门 他另外一个好朋友 担任整个军队司令的这一个 也有可能你知道 有什么 因为他掌管军权 而且阿一死后 就是我这样接任 图坦卡门的那个法老 他贵心意 因为他没有指示 结果下一个继任的法老 居然就是另外那个亲信 就那个军队司令 就是这两个可疑者 再加上说你又是军队司令 看起来要调动一个重型战车 因为当你就不要把它拿 当我们现在那个战车 什么M1什么的 不是拿那个笔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那个轮子的 然后上面载子战车 他们以前就叫做战车 他们就讲说 很有可能就是他调动了 你知道 而且这些东西 其实慢慢后来根据这个 所谓科学上面 一个一个去验证之后 也觉得好像怪怪的 你知道 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 那时候经过这个电脑 断层扫描 还有做这个S光射线的这个 开始去透视它的时候 跟DNA检测的时候 就发现到说 涂胆卡门 你看它的这个脚的这个部分 你有发现到它的左右两脚 你看倒过去你知道 这是右脚这是左脚 它倒下的部分 大家觉得说 感觉上好像有些怪怪的 你知道 所以有些推测是讲说 它有可能是什么 它在生前可能发生 在死前 很有可能有严重的这个骨折 那有科学家去把它给回推回来 认为说涂胆卡门很有可能 它的左脚你看这个 可能是有点残缺 但是这个是事后的推震 所以我刚刚特别用了 你有沒有发现 这边用的叫做死前 而不是用生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回来看 当时涂胆卡门的这个木乃伊 被找到了之后 他们也觉得很怪 是涂了头颅这个地方 有凹陷之外 它的左侧事实上也经过重击 而且它的左侧的这个胸骨的部分 你在画面上面看到那个S光的地方 他们就发现到说 它的那个左侧感觉上 它的骨头都断掉了你知道吗 甚至连内脏都不见了 所以当初是 他要做木乃伊的时候 那个都是大理你知道 以前人家讲说 木乃伊的时候 要把它里面的器官拿出来 拿出来 放在罐子里 对 然后用香料浸泡 或者防腐完了之后 不是放在旁边小罐子 等它死后的时候 脏器拿回来就复活了 可是他们发现到涂胆卡门的 它那个脏器保存的状况 也很怪你知道吗 因为那边都没掉了你知道吗 左边的都没有 而且那时候其实用大量的防腐油 把它涂在它的这个尸首上面 把它做成木乃伊 结果导致它的木乃伊 居然在棺木里面 产生这个自然的这个情况 就把它收起来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怪 而且包含到我刚刚讲 第二个那个亲信 那后来不是级任法老吗 为什么历史上很难找到 涂胆卡门很多的这个光线 因为据说它即位之后 下令把所有涂胆卡门 有关的这个资料 全部都抹灭掉 是不是做责心虚 后面就很难找你知道吗 再加上你知道1923年当时 他们去挖掘那个棺木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很多电影都这样演 说你如果进去的时候 会看到那个墓壁上面 写满了很多诅咒的话语 千万不要进去 据说当时第一批进入到 那个墓穴里面的人 后来大概死的死 堵的堵的堵的堵你知道吗 很多人讲说法老的诅咒 意厌了 但是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说 你们想太多了 诅咒当然是要写了对吧 但问题是因为那个灵墓 灵寝的部分 因为你长期经过密封 里面空气或很多微生物 可能都已经变质成为病菌 所以你怕鬼也是 第一个接触到的 很有可能因此而染到这个生病 但我跟你讲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你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开 你知道吗 因为图坦卡门 它的这个墓穴被打开了 他们居然发现在墓室里面 还有一道门 但问题是 那个神秘的门 旁边居然一样写了非常多的诅咒 然后他们去把它翻译出来 说说谁老乱的这位法老的安宁 展翅的死神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去 那到底有没有诅咒的这件事 虽然有文字 是不是真的能很厉害 或像电影《木哪一》 有没有 演出来 什么都复活 还可以吸人血 没有人知道 但问题是图坦卡门的这件事 9岁就做法老 18岁死亡 死因到现在为止还没办法知道 现在又弄出来一个说 很有可能是被重型战车 碾压而死 到底真相是什么 说真的 很多人真的很想知道 听从想要邀请您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